哈喽大家好小鱼 你们说这个天气奇怪不奇怪吧 昨天我们这下了整整一宿的大暴雨 这是我从小到大从来没见过的 我从来没有印象说我们家这会下大暴雨 下了大暴雨呢随之来呢我就担心了 一是担心二狗 二是担心沫尔 因为这个季节沫尔正好都摆到地里面了 这么下大暴雨沫尔估计又冲了不少 就把整片的沫尔地全给冲了 完了我感觉今年又有很多耳农要受苦了 可能又要赔得血本乌龟了 然后呢我现在是准备回隋阳啊 先去看一看二狗 我不知道它有没有被雨浇 因为这个狗比较傻 它不知道进窝 然后它还特别愿意在雨里玩 我怕给它浇感冒了 天气冷浇雨给它浇感冒了 而再就是回去看看我们家那些墨尔菌地啊 因为大家都知道雨儿接下来就准备要 除了卖这个鹅货以外还要搞一些这个东北特产嘛 我们家这边就是墨尔嘛 到耳农手里收墨尔就叫下乡收墨尔 新的墨尔呢应该也差不多下来 已经下来了 但是由于天气不好 我一直没有行动 等着过两天呢 我就准备也要去给大家去收新鲜的墨尔 不是新鲜的 新的晒干的墨尔 然后来这个来做一下 来放到鱼的这个小店里面 这个往外销售啊 但是呢我有一个预感 如果说因为昨天晚上那场大雨 导致很多耳农的墨尔地被冲了的话 今年的墨尔可能会上涨 可能会涨价 因为我们家做这个墨尔批发 已经做了20年了嘛 所以说对这个的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 只要有地质灾害了 下雨下大了 我们这边也无非就是下雨下的大 把墨尔地冲了 那么肯定墨尔就要上涨的 所以说这都是必然的 而且其实也挺心疼的 你说辛辛苦苦一年 从春天开始什么做卷 然后灌袋 然后到下地 然后到采摘 一年所有新鲜都搭到这个墨尔上面了 然后被这么一冲 一年的新鲜就白搭了 墨尔菌袋被冲 墨尔地被冲 可能就是血本无归了 今年就是血本无归了 所以说 咱们回去看看吧 但愿情况不要像我想的那么糟糕就好了 走吧 咱们回去看看 现在是从隋分河到隋阳了 已经跨了这个大岭 然后这边有河边 我看这边就有很多 白墨尔的 有很多墨尔菌袋 咱们看看他们这边情况怎么样 我看到这里的还好 这里面的这个 你看看 来来 河里头有菌袋 这块没被冲 但别的地方有被冲的 你们看来 看到了没 放大给你们放大看 河里面那些白白的 看到了没有 全都是墨尔菌袋 一条河叫隋分河 它这个河 这面我站的这个位置啊 这个河岸边的这个 还很安全 但是在它的上游啊 我也不知道 上游是什么位置啊 有被冲的 你看 这河里面 全都是这个菌袋啊 很多 我这时候来 可能都已经晚了 该冲没的都已经冲没了 但是这目前为止 这个河岸边 还是很安全的啊 这只是我们这其中的一条河 往柳毛河那边走 还有河 你看吧 果然不出我所料 我就觉得肯定要出事 昨天晚上下了那么大的雨 下了一宿的大暴雨 平时我们这下大暴雨呢 顶天就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 昨天晚上呢 是整整下了一宿 我再上另外的啊 我们这有一条这么流向的河 还有一条这样流向 这条河是从东到西流向 还有一条是从北到南流向的 然后最后都是汇入这条河里头 然后咱们去上那边那条河 再去看一看啊 就是你看有没有被冲的木耳菌袋 一是看河 二是是再往沟里走啊 再往沟里走 就是再往向下走 向下的一些 在路边啊 雨下大了 它也会被冲 反正就是一些挖一点的地方 都容易被冲的 只要下大雨就废 给你们看啊 看到了没 你们看 看到没 这全都是木耳菌地啊 其实我们家这边的地 非常非常的多啊 原来呢 全部种的都是粮食 什么大豆啊 玉米啊 麦子呀之类的 但是自从我们这成了 咱们国内最大的木耳集散中心之后呢 因为我们这边盛产木耳嘛 就是这种人工种植以后 几乎所有的种粮食地 全都不种了 全部都改成种木耳的 你们看 只要你走到的地方 原来种粮食的地方 现在全部都是木耳 全都种的是木耳 那木耳现在是我们 我们整个隋阳乃至东宁县啊 东宁市啊 现在是东宁市隋阳镇 整个东宁这周边 包括整个黑龙江省 很多很多地方 全部都是这样 木耳呢 已经是我们的支撑产业了啊 像一到这个时候呢 我不说别的地方 我就只说我们隋阳镇啊 就整个这些 这个我们隋阳镇这边就没有闲人 男女老少啊 这时候大叔小的 没有闲人知道吗 到这个这个时候 你看木耳菌地 你看都长着木耳了吧 都需要雇人 请人工来采摘木耳 要不然这个木耳就是这种 它长成之后 你得赶紧采摘下来 如果你不赶紧采摘下来 就要烂在这个袋上面了 就烂了 就长到一定程度之后 它就烂了 尤其是如果说连着下雨的话 烂得更快 所以说就是一到这个时候 我们这边呢 就需要大量的人工 这个木耳啊 也没有办法机器采摘 全部都是人工采摘 你知道吧啊 你们仔细地看看近面的啊 近面是 这个是属于大地木耳 你看这个棚呢 棚的是挂袋木耳啊 大棚木耳 大棚木耳都是挂袋的 为什么呢 挂袋它种的多 而且啊 像我们这挂袋木耳啊 就是成熟的要比大地成熟的要快 因为在大棚里面嘛 它暖和 但如果说大地呢 就成熟的就比大棚里面成熟的要慢一些 看 看这些挂袋上的木耳 长得多喜爱人 哇 你们看 像这样的木耳啊 就需要赶紧的往下采摘了 如果说你不赶紧栽 再来几场雨的话 马上就烂了 就烂掉了 你们知道吗 那 这木耳 现在啊 它是长这么大 摘下来 然后到时候晒干 晒干要比它还小 等咱们在泡发吃的时候呢 还是这么大 我们现在就木耳越来越先进了 原来都是大朵的 全一大朵一大朵的 然后泡个一两朵就够吃一顿的 现在呢 就是成长小的 抓一把 泡在水里面就够吃一顿的 看这都是 特别好 相对来说 大棚耳呢 要比这个大地的耳稍微的 嗯 贵一点啊 因为它要扣大棚 要什么 它要比大地的木耳啊 要麻烦一些 但现在有一部分大地的木耳也下来了 这木耳一共都能涨好多茬 像这些都得赶紧采摘了 再不赶紧采摘 像我说就要烂了 啊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 一到这个这个季节啊 五六月份开始吧 嗯 一直到九月份吧 我们这儿没有闲人 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要干 就雇人啊 什么的 这个去采摘 一摘摘一天 反正原来的时候 就是有的是按天 按天给钱 有的是按小时给钱 不一定 但现在是雇人是多钱 不知道了 反正我只知道 人工越来越贵了 因为人越来越不好雇了 看到了吗 这个就是采摘完了的 采摘完了之后呢 就要放在这上面来晾晒啊 都是这种晾晒 天然晾晒干的 它从在袋上窄下来的时候 它不是干的 它还是有一点点湿的 然后需要把它晾得非常干 都是在这种上面晾干 都是这样的啊 一道一道工序 其实挺麻烦的 就是这样晾干 我到这边看啊 看感觉这边好像也没有 没有受到雨水的 这个冲刷的这个痕迹 我觉得还好啊 哎呀吓死我了 我今天脏起来 一起来 我就在想完了 下了一宿大暴雨 这木耳不得全冲了呀 然后感觉还好还好啊 没有想象那么严重 肯定也有一部分受灾 像有 有冲 有被冲的 但是这面啊 这是属于到了我们隋阳那个镇里 这面还好还好 没有那么 那么的严重啊 但是现在木耳 已经下来了 但是很多都没有完全干 现在应该再等几天吧 干的木耳就多了 然后咱们也过来 买一些啊 我是从这个耳能手里面 一手货源给大家 弄一些 保证大家的这个品质 还有这个 只能说保证大家品质 还有这个货源吧 因为木耳的水现在也很深 木耳现在也能作假了 可能你们都不知道 所以说有很多朋友 在网上买的木耳 有的说 我怎么买的木耳还是假的呢 我跟你讲 科技在进步 做假的技术也越来越高了 所以说一定要看好了 然后现在呢 我的担心就是没有那么那么那么的那个啥啊 然后现在咱们回家去看二狗去 我怕二狗被骄 个傻狗 不知道进屋 咱们回去看二狗去 到家了啊 看看这狗崽子 啊还行啊 身上是干的 我以为你傻了吧唧的 不知道进屋 就在这边趴着 你看着我 你就是尿尿 你看着我 你就是尿尿 你说你还想干啥 嘿嘿嘿嘿嘿 坐 哎 真乖 哎 我不能上前 你肯定 你这太脏了 上次我让你给我扒的 身上都没法那啥了 我可不上前看你了 我回来看看你 挺好的 胖嘚嘚嘚的 啊 是不是 行 好好的就行 等着那个菜再长大点 再放一下 再把你松开 你这 要不老去祸害那菜 啊 就这样吧啊 我是真不敢上前啊 你太脏了 下过 刚下过雨 我今天是实在是 不能带你出去了啊 那个啥 刚下过雨 外面交年交年的 全是泥巴 咱没法走啊 明天再回来看你 啊 那我走了 拜拜